一场无情大火夺走了24条人命 吉隆坡拿渡克拉默一所宗教学校宿舍外 除了执行任务的消整人员和警员 死者家属和生还者也聚集在宿舍外头 迟迟不肯离开 一共有18个人侥幸逃出生天 其中一名生还者回想 想起灾难经过 只能感叹一切发生得太快 太突然 其中一名死者的父亲两年前才痛失女儿 如今儿子在遭遇不测 只能说天意弄人 他很喜欢宿舍外头吗 他很喜欢宿舍外头 这起在星期四清晨发生的大火火火烧死24个人 初步调查显示 其火原因是由电流短路所致 最后一位是最后一位的老大中人 今天才会发生的大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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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地